单打核心思路 单打这个没法讲 因为单打讲的是信息搜集 你没办法用一个恒定的打法 去应对所有的情况 也许你可以问我 开局前几分有没有什么稳的打法 我可以推荐 但是后面全都在变化 对手不停的在变化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打单打的思路 但它肯定不是唯一的 你们要知道我有哪些球 是我觉得 我很厉害的球 我觉得我很厉害的球 就是我能下分的球 我就怕它不到位 不到位我就干了 我觉得我这个球非常厉害 我重批能批到球减速 正好进那 我觉得我这个球非常厉害 我觉得我隐蔽性很高 好像我有一个批和一个滑板在手里 我还正反手呢 我还有一个滑拍杀 我觉得我杀得非常好 我觉得我这个都非常厉害 这球太烂了 我给大家讲讲思路 那现在好 我这些厉害的东西 你觉得我要怎么用它 直接使 那绝对不可能 一局都使不了几个 使了就得分 我要想用批掉球 我会先打什么 我会先打直线的高远球 和直线的突击球 直线的软压 就是把这个球藏起来 你知道吗 当然打就行 你就给我对打就行 藏在里面 藏在里面 先把直线的信息给够 我要打你一个后场 你以为是干什么 就没拉动你 不是 是让你记住 我打直线的动作 因为我斜线的快速 跟它一模一样 你越习惯越好 就给你 恨不得给你灌出毛病来 我一抬拍 就是你想要的正手球 当你真的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你就死定了 好了 我一个批掉下去 你有新的信息了 你就有新的信息了 你会顾忌这个斜线球 你整个站位 就不会 再能像这种站位了 你没办法做互编站位了 你因为顾忌我的斜线球 你会站在中场 当你人站在中场的时候 是不是我直线的快速突击直线 就可以进去了 因为你站得更重了 我边线的突击球的威力就出来了 看你能站在中间的时候 那我直线的突击就进了 他们进场都是要讲顺序的 你以为职业选手 他们为什么不一上来就干 谁原来一上来就干 安萨龙 龙哥 林子佳 丹哥 哎呦 好像谁刚出道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 他们后来 哦 岁手大了 他们打不动 二十几 呃 丹哥巅峰在几年 一三 一四 一五 那会儿丹哥老吗 他怎么不像08年那样 他成熟 他厉害了 老有人说丹哥08年的时候最猛 08年时候最猛 你懂不懂球啊 丹哥最猛的时候肯定是一三一四一五年 别看那时候他打太极 那时候真会打 他多会打 他多老辣 他打 他的运动寿命有多长啊 他统治了男男多长时间 为什么 因为打法 变聪明了 这都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 丹哥就让甚至先输一局 赢后两局 不懂的人说什么 丹哥第一局不好好打 后两局好好打 第一局丹哥是什么状态啊 哎 基本是拖着你打 很多信息跟有特别有威胁的 他都不用 以防守反击为主 你所有东西都被他摸清了 知道吗 杀球的速度 上网的速度 网上前有几个停顿 哪是你的习惯点 就这么两下全搜集干净了都 自己这边还有什么速度都没用呢 第一局还 第一局对手也在试探你们 因为他还为了进攻 下分还消耗了很多的体力 好了 第二局单根针对你的变化 做技战术的调整 找几个针对的地方通通通一切就进去了 你体力消耗的还比他多 到第三局你连体力优势都没有了 那可不就是让一追二 确实是让一追二 但那一不是让的 是搜信息搜集搜出来的 上来就打得很难保证有高胜率 金庭我就想问你们 猛不猛 金庭猛不猛 猛 谁能敢敢说不为他冲死 但是我想问一下金庭的胜率呢 他的胜率有多高啊 全速全攻性的打死的胜率就那么低 就明摆在那儿 只要被人拖到第三局 你想想吧 你第一局高速的时候 你把信息交得干干净净 你第二局随着体力的下降 和人家对手适应你了 你刚开始接不着身边你快啊 第二局人都已经有点适应你的节奏了 然后你的节奏还在越来越慢 因为体力越来越差 等到第三局的时候 你比第一局的时候更慢了 你信息还被摸干净了 对手还适应你快节奏的状态了 你觉得你觉得还有危险吗 你体力也没优势了 怎么办 眼光放长远 布局要布的大 那单打思路是这样 那双打思路是别可以这么理解 当然可以了 你比如说来 我就好多好玩的东西 你比如说打双打 你发球 好了 他先知道我这个厉害了 他怕了 他有一个球 他抽了个变化 有人巨快 你发完就往这跑 哎 有一个这个信息在了 但是他这个没发气啊 所以我也不可以挡那么高啊 这球太转了 我这动作 那是不是这个假动作就可以进了 那是不是正手球就可以进了 那是不是腰球就可以进了 那是不是中路平戳就可以进了 那是不是上这些球我就可以拿住了 对吧 信息打出来就要变 让对手适应你 你没有办法能 你不会 你跟高手打 你不会用一招能制他一局的 但是高手的高手是什么呢 你随着他的适应 你也在变化 所以我就说 你不要想用一个恒定的打法和线路 能一直打下去 拼的就是信息 拼的就是变 谁搜集的更快 你比如说吧 现在你 你只要有一个信息给我 你比如你杀球把头顶 你按正常单打来 你比如说他现在进攻 我给他起球了 你这进攻上付出代价 你随便打来 咱打一分 比如说 好了 我大概看出来了一个细节 他远往抓推 抓头顶突击这一排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代表了什么 他挡完这个远往 非常渴望 我就退他的头顶 至少他先有这个信息 而且看到他杀球 算下网 我转大 我转海了 为什么 我不但得了一分 我还知道他抓我 在这个位置 他抓我正手头顶的信息 头顶头顶 抓我头顶球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有多关键 你知道吗 你还挡这个远往 两分 你把信息都暴露出来了 那这个球 你算接着能怎么样 我现在是远往抓推 我要抓推他了 我要抓推突击了 如果 如果你有信息搜集的话 这一排他杀死我了 谁呢 但我清楚了一些 我书分的细节 他在干什么 我要反向搜集 相同的位置 让我用相同的动作 打出相反的球路来 那我的动作就有欺骗性 这才叫真正的一致 简单的动作一致 那不是最假的 最假的是 你的动作和他预想的位置都一样 那个假动作 或者一致性 才是最有用的 那现在刚才失误了 那他就亏更大了 对于我来说 那我既得了一分 我还知道他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得两分了 两分在比赛里 等于四分之后 你比如现在 我们现在比分是 17比19 我领先 我赢 他如果赢了这一分 那就是18比19 我赢的这一分是20比17 四分球 你觉得能一样吗 所以说你们经常输 就是啊 挑球挑了不到位 我再挑好点 你要知道 一个人的水平和能力到那了 你怎么给他打 你挑再到位 他的威胁都在那 你有没有想 就算你挑到位了 你想好好接一盘的时候 人家没啥怎么办呢 人家双脚起跳 压你头顶反手 然后直接抓你过渡怎么办 人家是这个地 在抓你的球 你到不到位 你都抓你 你只要打到这条线 他就舒服 想过吗 跟你挑的不到位 节奏慢什么 步法慢什么 这那都没用 他诚心就要在那抓 你怎么样都没有用 你输了之后呢 你不去反思 这个球怎么输的 你要知道这个比赛 他就不可能让你继续 教练裁判逼着你发球的 你输了 你反应一下 你别光反应 哇 这么猛 完了完了打不过 我怎么样能输的不丢人 旁边有位妹妹子看我 哇天太丢人了 你放心 根本就没人看你 就跟你不会去看别人一样 别人也不会看你的 你在场边想的都是 我怎么要让自己打好 那别人也想了这个问题 没人看你 你不用想了 你赶紧想想 他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他现在挡了一个圆网 抓了你的头顶推球 这是诱饵的球啊 那这个圆网 你是不是还有一首停车回放 在里面呢 是不是 你还有反夺中路的博弈在 你还有相同的动作 推头顶的 变斜线在 你还有直接抓他的这个突击球 打斜线 变斜线 打防守反击的球在 哇 这么多解决办法 你不想 你光想一些 哇旁边有没有妹子 哇 我对方太猛 我打不过 怎么怎么办 你想想你在干什么 大哥 有人说我一打车就蒙 你能不蒙吗 你想了一点 跟球有关系的事吗 你怎么输的知道吗 你怎么赢的知道吗 你只是把球捡起来 给到对面而已 你这个 这个就 我这个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肯定也有 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但我 我就我好好打的时候 我会尽可能让我自己 更专注一些 为什么单哥当然说 其实到了三十以后 真的不是体力不行 是精力不行 有时候我打着打着球 确实我想 晚上吃什么 就容易走神 你知道吗 但我好歹 还有一大部分时间 用在球上 你们各位 都很年轻 甚至很喜欢羽毛球 都很热爱 一局比赛 能全世界的投入进去 哇 你们却想一点 跟比赛都没关系的东西 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的东西 感谢观看